哈喽大家好,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的近期狗分享 其实这个视频我大概十天之前已经录过一遍了 但是当时就是录出来的效果自己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就没有用那期 然后今天又给大家重新录一下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一些彩妆护肤品 然后还有一些时尚单品的东西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谢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近期最喜欢最喜欢用的一个粉底液 就是这个胶兰金钻 这个粉底液我去年的时候其实是跟我妹在四方已经试过了 当时可能是觉得她在手上面试的时候有一点偏干 然后我回家去温客的时候查了一下 它确实是比较适合混干或者偏油一点的皮肤 所以当时我妹她买了这瓶,然后我就没有买 但是上一上周我跟唐姐去韩国的时候 在免税店又试了一下 我真的觉得她的质地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那种 给大家看一下 是那种非常棉滑 非常延展性特别好特别好推开的那种质地 香味也是椒兰他们家那种独特的那种淡淡的花香 也非常好闻 这一瓶的色号我入的是00应该是最白的色 其实一般我的粉底用的是黄200左右的样子 但是它这个最白色在我脸上也不会特别白 我近一周基本上都在用这瓶 包括今天的妆也是用的这瓶 它的遮瑕度延展度 包括夏天我干皮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它干 因为近期最喜欢的是这瓶粉底液 再一个想跟大家介绍我最近买的一样东西 是这个Other Stories的腮红 这个也是在韩国的那个Other Stories店里买的 当时它好像这个系列腮红挺多的 它上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logo 我觉得做的挺可爱的 虽然它是这种塑料质感的 有点像玩具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有一点偏那种干燥玫瑰色 其实它不是非常适合夏天啦 其实是比较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 它的这个粉质是比较偏硬的 所以上点之后不会扫多 然后不会红屁股 当时这个系列的腮红有很多颜色 也有一些是带金闪片的那种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不带金闪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 其实它是在手掌上的颜色 比较容易看出来 这样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它的颜色 就是那种淡淡的干燥玫瑰色 特别特别气质 这个虽然我现在用了也就一两次吧 但是这个颜色我觉得秋冬来用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它价格挺便宜的 好像是好像是不到100块的样子 下面这个产品也是在韩国买的 然后是在免税店入的 是FREE家的这个分段什么时光分段粉饼 好像叫这个名字 具体我忘了 就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这个粉饼 是有两格的颜色 然后这边是它的粉铺 粉铺还蛮好用的软软的 其实这个粉饼在很久之前就挺火的了 但是我是干皮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有一天会用到粉饼这个东西 但是那天我就在它的那个柜台试了一下 发现它这个粉质非常细腻 我想的是如果我不把它用作粉饼 就是把它用作一个定妆粉 平时那个化完粉底之后再用它扫 精英的扫一点定妆 然后也是可以的 刚开始我是这么用的 但后来有一天我就懒的化粉底 然后直接用它的这个粉铺 然后沾了它的粉 然后直接上脸 我发现它的效果也是蛮好的 但是我是干皮就夏天这个北京的这个温度和湿度这种情况来说 这个到中午竟然会有一点点脱妆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是比较适合用来补妆 就比如说到下午两甲或者T区有一点点出油或什么的 用它补妆还是挺好看的 但这个盒子是这种反光的 容易对上容易有那个指纹 这点我不是特别喜欢 下一个是一个高光 我刚刚去年我的那个爱用品里面说我最喜欢的高光是BECCA的那个 但是已经停产了嘛 所以那个大家应该买不到了 这块的色号是Double Glee 跟我去年爱用品里最喜欢的那个MAC的那个颜色特别特别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在这个位置 就是那种非常波光玲玲 但是又不是很突兀的那种高光产品 而且我没有想到MAC的这个高光它的粉质真的非常非常像 我之前还有用过Hourglass和Laura Mercier的高光 我觉得粉质都没有这个做得好 然后最近我让脸最多的也都是这一块高光 而且它单价也蛮便宜的 这个挺大一块有9克 好像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也挺容易买到的也不是什么限量款 下一个呢是这个BECCA的好像是叫水散粉吧 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入这款 也是我妹力见给我说一定要试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直在用戴科的那一罐散粉吗 就是特别大那一罐 然后我就想的是一罐就搁我用到天荒地老了 所以没有想入入新的散粉 但是这个收到真的是让我大吃一井完全颠覆了我对散粉的那种观念 它打开以后是一个这样子密封的盒子 然后把它这样轻贴的打开 然后里面就是它的那个网状 然后网状的下面就是散粉 然后它没有粉扑也没有什么东西 但它这写了要把它关好 然后要让它保持干燥 这个散粉上凉后是非常神奇的那种感觉 我拿散粉刷蘸取点散粉 然后当你打到脸上那瞬间之后 就像是碰到了一点水 然后轻轻的凉凉的 但是隔净小之后这种凉感又消失了 完全变成了那种哑光雾面的感觉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散粉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而且它的克数好像只有10克 也不是非常大 也挺容易用完的 我觉得散粉做这么大的size刚刚好 就对于我们这种用这种散粉 根本就用不完的人来说 这个size我觉得还挺完美的 下个呢是两个眉布产品 我去年的那个眉笔终于用完了 就是小小的细细的media的那一支 然后我就一直在寻求好用的眉笔嘛 然后就买了这两支 一支是sharlow tibrate 一支是hourglass 然后这两支也都挺像的 都是属于这种两头开的 一边是这种眉笔 然后另外一边是眉刷 是不是长得特别像 但是这两支我收到之后都用了 就从外观和质感上来说 hourglass就赢了是不是 它整个笔的质感要比sharlow tibrate 这支好非常非常多 实际上它是金属的 然后要比这支sharlow tibrate的重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收到sharlow tibrate 这支之后摔了一下 然后它这个眉笔的部分 这块就有一点松动 画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的好画 再就质感上来说 它们两个其实挺像的 都属于那种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下手不会特别重的那种 就质地偏硬 价位来说它们两个也是差不多 都是200多块钱 其实在眉笔里面也算挺贵的产品 但是sharlow tibrate这支我可能颜色没有选的 特别适合我 我买的这支可能有一点偏棕 所以综合来讲 这两支里面我更喜欢的是hourglass这一支 无论是从笔稿还是笔头还是刷头 这一支都是综合方面比较我喜欢的一支 像是一个上妆工具 是这个小小的美妆蛋 这个我今天早上用了还没来得及洗 所以就还脏着 这个是fendibeauty的 它刚出的时候我就让我妹包买了 因为我一看它是这种切面的设计 所以我就觉得它应该会很好用 现在它是属于一个半吃半干的状态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柔软度还是可以的 如果它在湿一点的情况下 还会比现在稍微大一点 它这个横切面就跟我去年爱用品里面 跟大家说过那个QOO的那个美妆蛋很像 我喜欢这种切面的美妆蛋 因为能够很快速有大面积的上妆 但这个我忘记价格了 好像要比QOO的那个稍微贵一点 就性价比来说还是QOO的那个领导 最后两个彩绒列单瓶是两支口红 一支是fendibeauty 然后另外一支是bobby brown fendibeauty这一支其实也不是最近买的 我已经买了有两三个月的样子了吧 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喜欢用这一支 它的色号是frecco fiesta 你们也应该在我的vlog里面听过很多次了 就是这种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棕橘色 我今天嘴上也涂的是这一支 然后我再擦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是否 饱和度非常高 高问题也非常非常顺滑 也是不容易脱色的那种 如果就是我不吃饭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可以保持大概五六个小时的样子 所以好像最近我一直在用这一支 包括很多穿搭的照片什么的也都在用这一支 下面这支bobby brown就是最近比较尽心买的口红了 色号我也不会念到时候会打在这个屏幕的下方 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我还蛮少尝试这种 有一点霉字色的颜色吗 因为我黄皮我总觉得涂这种颜色会显黑 它的颜色是这种有一点这种霉红掉的这种霉字色 但是我那天上脸之后意外地发现它还挺提气色的 就是那种那种很郁解的那种感觉 但是薄擦又是那种粉粉嫩嫩的 但是我是不太适合薄擦了 我喜欢精管的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它的质地 非常水润完全不卡纯纹 因为我之前也买过两个精管 一个是橘色一个是那种豆沙色 下面是两个最近买的护肤品 因为我护肤品最近买的不是特别多 我护肤品一般都是用完一套再买一套嘛 最近是新开的La Peri Byuse那个 也给大家发了那个routine 第一个是这个Audinary的眼精华 它是长这个玻璃瓶的样子 然后是有低管状的精华 这个精华也是小二给我买的 因为我们俩都属于那种早上起来 特别容易水肿的那种体质 它这个精华就是一个这种 淡黄色的液体 涂在手上是挺容易流动开的 我一般两只眼睛用一点点就够 把它涂开之后 它很快很快就能吸收 也不是说有什么紧致的效果了 但是我总觉得要比单用眼霜 好像消肿程度更快点 这个毕竟我还没有用几次 然后我多用一段时间 然后再给大家反馈 这瓶有30毫升 好像单价也挺便宜的 Audinary东西我还挺愿意尝试 其他的类别的 这个品牌还蛮喜欢的 下一个是我最近在用的防晒 是这个滋生糖櫻花系列的防晒 这个也是去年活了蛮久的了 我也买了可能有三四个月的样子了吧 然后上一瓶刚用完 终于轮到了它 它是这种流动性蛮强的液体 然后是这种淡淡的粉色 把它涂开之后 是会微微有一点润色的效果的 我反正每天用完之后 是感觉皮肤有提亮的感觉 质地非常清爽 就像一个薄薄的乳液一样 然后味道也就是他们家那个 新透白系列的水乳的味道 使用感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防晒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去年看到过很多 博主对这瓶的反馈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我现在用了一个星期来说 目前对它的使用感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我总感觉它像是涂了那个 primer似的对后续底妆 有一个那种提亮的感觉 而且它这瓶有50毫升 200多块钱人民币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下面是一些我最近买到的配饰们 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Kucci的墨镜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是这种椭圆形的墨镜 其实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买墨镜 但是我确实好像不是特别喜欢戴墨镜 所以大部分墨镜我都是感觉放在家里面 常戴的也就那几副 但是今年中呢很流行这种椭圆的 然后我又没有这种款式的墨镜 我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种 因为我一般的墨镜大部分都是那种 比较大的那种方形 我总觉得我圆脸嘛 戴这种圆形的墨镜会显得脸更圆 然后这一副戴上也非常舒服 小小的椭圆形的墨镜 我之前在拍照的时候也用过这一副 这一副相对于欧美品牌的墨镜来说 它这个鼻拖的位置要相对高一点 我这个鼻梁能架住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副 下面一个还是一个墨镜 然后这个墨镜是Celine的 其实我大部分墨镜还都是这种样子的 比较大 然后比较方 因为我觉得我圆脸戴这种大的方的墨镜 比较能稍微好眼的修饰脸型 其实Celine家的墨镜 这种款是我以前买过一个黑色的了 但是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没有买它 是因为它这个墨镜有鼻拖 之前的那一款 虽然和这个型很像 但它是没有鼻拖的 Celine的那个鼻拖真的是非常低 我戴上总感觉它要往下滑 然后就买了这一副来替代它 那一副可以送给我妹戴 因为它的鼻量要比我高很多 下一个向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手链 这个手链是爱马仕的 我现在先把它戴上 它这个戴的时候也挺逗的 它不是固定的钮扣 需要把这个东西然后这样穿过来 然后就戴上了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扣子的设计 就是比我平时看到的那种手链 就是那种死扣要灵活一些 然后我也出去戴过几天 然后也没有特别容易松或者掉什么的 它就是一个猪鼻子 然后一个这种小横条 然后又是一个猪鼻子 然后又是一个小鸟 最后这两个是这样扣在一起的 颜色就是这种玫瑰金色 反正我黄皮还是相对比较喜欢这种金色的配置 过于银色 下面是两个帽子 是这两个 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款 只不过上面这个横条的颜色不一样 我转过来 然后是戴一个蝴蝶结的这个样子 戴给你们看一下 戴上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非常有度假的感觉 然后这个帽子是我看孙莉戴了之后 然后找的日本代购买的 然后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黑色和一个这种卡其色 好像要比卡其色偏橘一点 然后这个蝴蝶结的位置是在后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侧面 我看一下啊 放在侧面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觉得黑色就比较百搭 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可以 这个卡其色就表示穿一些暖色系的衣服 它有挺多颜色的 我就是实在难取舍 然后就买两个颜色都买了 它这个帽子特别好的一点是 它真的非常软 你看它可以折得特别特别小 然后放在行李箱里面也不占空间 你看它帽颜还是挺宽的 而且是用垂下来的设计 所以也非常的遮阳 这种草帽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软的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买的几只包包 第一个是这个Dragon Diffusion的 你们这么看是不是就觉得它像一个菜篮子 但其实它是皮质的 包括里面然后外面它都是纯皮的设计 我这个包已经用过几次了 然后再搭配上来说也非常的百搭 像连衣裙然后你也可以用它 然后平常穿T恤什么的也可以背上 就是我觉得挺法式的一个 一个这种菜篮子 这一只它的容量还挺大的 虽然它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口袋 但是能塞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它也有挺多的颜色 我买的这个好像就叫Navy Blue 还有那种焦糖色米色酒红色白色 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多 而且它体积蛮小的放在心理箱里面也非常的方便 加上这一只然后也是Dragon Diffusion的 它跟刚才的那个篮子就是属于完全不一样 你看它很硬挺完全也是没有办法折叠的 包型也是相对比较挺阔 比较有形的那种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焦糖色 我可以给你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就是它们的包型硬软度 还有大小什么的 都是不太一样的 这只我今天出门拍照也背了这只 然后我觉得它搭配白色 然后奶茶色咖啡色鸵色就是这个色系的衣服 然后也都挺好看的 但这只会比这只更像奶菜篮子 下面这只包来自The Row 它是长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包我长草真的蛮久了 但是我一直没买的原因 手一直在纠结它的颜色 然后还有尺寸 我买的这个是它有两尺寸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尺寸 然后颜色上面它有那种灰绿色 然后米色黑色红色 我好像就看到过这么多颜色 然后我本来是想买那个小号的米色的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我有另外一只包 就是这个 这一支是罗伊威的 它们两个是不是也非常的香 都是这种圆形手环 然后下面是这种褶皱的设计 而且都是小羊皮 但是它们两个区别在于 罗伊威的这个底它是圆的 The Row这支的底是方的 它的容量相对来说要比 罗伊威那支要大一些 然后它还有一个肩带 是可以背的 罗伊威的好像也有肩带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这一支我感觉我应该也不太会用来背在身上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还是拎上比较好看 它这个实味红色看起来要比镜头里面稍微的偏暗一些 没有镜头看着颜色那么的鲜艳 我觉得它在夏天搭配一些素色的衣服上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点缀的作用 然后也特别软 最近很喜欢背它 下面这个包包真的是我喜欢了非常久 但是又觉得现在拿上会不会显得有点老气的一个包 然后正好这次发肖家人去法国嘛 然后就顺便去帮我问了一下 没想到有我喜欢的尺寸和颜色 就是这一支爱马仕的Lindy 这支Lindy我买的是30号的大象灰配银扣 然后拿到它之后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点买晚了 真的非常好看非常便捷 而且完全不会显老气 昨天我就穿了一个T恤 然后加了一个牛仔短裤穿的小拖鞋 然后这样鞋背在肩上 也是那种很随性很随意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穿稍微正式一点的 比如连衣裙啊或者是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的话 你可以把它这样跨在你的胳膊上 然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风格 而且它的容量真的是挺大的 我买的30寸 其实我当时考虑要不要买26寸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用30寸比较合适 然后又是一个非常百搭的大象灰 这个是我真的喜欢了特别特别久 然后又很后悔这么晚才买到它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对我忘了还有一只包是这个 然后它的牌子叫CAC 好像就在这里 把也是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 这只包我没有拆的原因是因为 这只包是我买来送我朋友的结婚礼物 这个红色是非常正的红色 然后它配的那个五金都是金色的 然后看着就非常的喜庆 然后包的背面还有一个这种小小的放卡的位置 这个我就不拆了 因为我毕竟还要送给它嘛 就给大家看一眼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包我是第一次买 但是就收到的感觉来说 我应该之后会考虑买他们家的别的包包 下面跟大家分享几双我最近买到的特别喜欢的鞋子 第一双是这双香奈儿的这个链条的凉鞋 我们上次去韩国的时候 我跟唐姐在免税店看到这双 但是它没有这个黑金的配色了 是米金的配色 然后我上脚之后 因为我的脚真的是晒得有点黑 所以那个米金的配色在我的脚上看着就非常的奇怪 然后我当时看到一个女生 就在免税店的时候 她就穿的这个黑金的配色 然后后面我就找代购买了这双凉鞋 然后又是平底的 因为我平时还是穿平底鞋比较多 然后这双我觉得它真的挺适合瘦脚穿的 如果你的脚是那种有一点点肉肉的那种感觉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好看 然后我的脚是比较瘦 然后脚趾偏长的那种感觉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就是三个链条 然后再加一个这种绑带 但是这双上脚之后真的显得脚非常秀气 然后又很舒服 下一双呢是一双凉拖 是by far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买他们家鞋子了 去年冬天的时候 我买过他们家一双靴子 然后也是代购的 但是那个等代购到的时候 已经到春天了 所以那双鞋我就知道 现在一次都没有穿过 这双鞋尾是等了挺长时间的 好像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样子吧 全网断货还挺久的 这双它有好几个颜色 有红色黑色 而且它这个皮质的部分 也都是不一样的 黑色好像有几皮的 然后红色是那种羊皮还是牛皮 然后我买的这双我色 它是有点漆皮的这种感觉 跟大概有六七公分吧 虽然看上去挺高 然后我又不是那种经常穿高跟鞋的人 但这双踩上去之后还蛮好走 这个款式就非常极简 我去年不是 是前年还买过一双Rafa的凉鞋 那双黑色带子的 然后也是这种很简单的两个带子 那种百搭王穿什么都可以搭的单品 下面一个也是一双凉拖 你们其实这样看不清楚啊 它这其实是一个透明的这种PVC材质 它们家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根部的设计 特别特别的可爱 就是这个小球球的设计 但这个PVC真的太显腿长了 因为它整个把你的腿延伸到 跟你的脚连成一条分不清脚还是腿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那种拉长底力的效果 但缺点也就是因为它这个根 是一个这种小圆球嘛 所以会有一点点重 所以不是特别的跟脚 这双我还没有穿出门过 所以不太确定它的舒适度怎么样 后面如果有拍穿搭 穿到它的话再给大家计时反过 最后一双是一双运动鞋 是这个Adidas的Ultra Boots 我之前在运动穿的是耐克的Zoom系列和Adidas的Energy Boots 其实那个Energy Boots穿上已经非常舒服了 然后也有那种回弹的感觉挺好的 但是你如果上脚试过Ultra Boots之后 你就完全无法忘记它那个材实感 就不想再穿回那个Energy Boots 而且它这个包裹脚踝的部分真的包裹的非常好 然后鞋的这个部分是一个有一点镂空的感觉 反正就是感觉像没穿鞋 但是又有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的运动鞋大多数的配色都是黑白灰 所以这双我买了这个橙色拼接黑色的这个配色 而且这双很轻薄透气性也特别好 很适合夏天 非常的愿大家靠柜去试一下Ultra Boots这个系列 我觉得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下面是一间我最近买到的衣服们 第一件是这个Other Stories的一个吊带连衣裙 如果你们看过之前那个Vlog的话 我在试一间里面有试过这一件 就是一个长的连衣裙 然后前面是有一排扣子 它这个就是棉稠的感觉 我夏天还是表写的这种清凉的面料 然后肩膀的部分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自己打结 调节你想要的长度 其实这个裙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啦 我最喜欢的它的地方 就还是它这个面料真的非常舒服 我当时去电影的时候 它这个款式是有两个花色 一个是这个我买的这个深蓝色小白花 然后另一个是那种亮黄色的大白花 然后那个黄色如果是白体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穿上可能没有这个小黑小蓝花的这么好看 下面这个是这样一件格子的小背心 它其实它可能这样子你们看不太出来它的样子 我那天出去拍穿搭正好又穿了这件 它就是一个这种纯棉的小背心 然后在腰的部分可以打结 然后是一个偏短偏小的一个款式 所以这个款其实是搭一个高腰的牛仔裤或者牛仔裙都是可以的 而且我夏天还是蛮喜欢这种小格啊 波点啊这种元素的东西 就是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可能还是需要再锻炼锻炼把那个马甲线稍微练出来一点 现在看着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显肚子 但是为了这件衣服我会努力减肥的 下面这一条是gofriend牛仔裤 我之前也买过一条他们家的那个白色的破洞牛仔裤 但是那个是比较那种boyfriend的感觉 就是那种宽松破洞的感觉 然后这一条就是相对比较修身了 然后裤脚的部分是做了这种做旧的设计 其实这个白牛仔裤最大的亮点是旁边的这个拼接的部分 当时看到模特图我就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看 而且我觉得这个拼接让整个腿看起来特别直 就是有那种修饰腿型的效果 但是gofriend牛仔裤有一点不好的是 它大部分的这个拉链的部分就是都是做的这种很多个扭扣 我数下的有几个一二三四有五个扣子 穿脱或者出去上厕所什么的可能就不是特别方便 然后这一款我买的是26号 过一天也会拍穿搭给大家分享 下一条还是一条牛仔裤 然后也是白色的 这一条是mother的 跟刚刚那个裤型不同的是 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裤脚是有一点点微辣的 这个裤型好像是mother他们家就是挺 就是卖的特别火的一个裤型 然后前面它这个前面的设计是有一点 前面缺了一个小口的那种感觉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微辣的这种牛仔裤 因为它到那个腿最瘦的部分 然后给你三百开 也整个比较修饰小腿 如果你是小腿比较肉虎 然后有一点粗的那种 也可以考虑试一下这种 有一点点喇叭型的那种裤 然后这条的面料要比刚才girlfriend那条 要薄一些 然后弹力要大一些 穿上要修身一点 这个款式也有黑色然后蓝色 挺多颜色选择的 下面一件是一个连体裤 我刚刚不是说我夏天特别喜欢波点吗 然后这个就是波点的 这个是一条特别长的连体裤 我可能还要拿去裁大概两寸的样子吧 因为我穿上之后 因为这个我是想搭配一个小高跟鞋 然后我穿上高跟鞋之后 它已经还是拖地的 上面就是一个这种小背心的款式 然后它下面是一个这种破腿裤 真的很宽很长 你能看 这个连体裤好看的地方 我觉得也是在于这个肩部 你可以把它自由调节长度 然后还可以打上蝴蝶结 然后背后的部分是要比前面的部分 低一点的就是可以露多一点的后背 其实主要是这个连体裤特别特别显腿长 就是穿上之后整个 因为它是从腰这儿之后 然后就开始散开的嘛 整个就是那种腿长2米8级式感 这条连体裤我过几天是肯定会拍穿搭的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我微博看 下面这个是一条牛仔短裤 就是一个这种热裤的设计 是不是看着特别短 它有一点特别好特别好玩的设计吧 是就是你从里面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口袋的内衬的 然后这个内衬的存在就是又有一点这种特别的感觉 然后又防止走光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好像买大了 我还没有上身试好像是买大了 就如果我等会试一下 如果大的话我还得考虑一下这个腰还得稍微改一改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裤腿的部分是这种做旧的设计 但它这个裤子有点好玩的是它整个腰的部分也是这种做旧的设计 如果你把T恤扎进去的话 然后也可以整个露出它这个毛虚虚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还挺吸引我的 我没有这种样子的牛仔短裤 下一件是一个小小的T恤 然后这个T恤是来自Topshop 因为我自己夏天的牛仔短裤还挺多的 然后大部分呢都是那种比较高腰的牛仔裤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短袖T恤好像大部分也都是 不是那种小短款 我就想买一个这种小短款 这样就可以就不用扎进去 也不用在这系一个那种打个结 它这个T恤就是一个特别小特别短的款式 就是拯救一切高腰牛仔裤牛仔裙的好排档 最后一样东西呢是我觉得每个女生夏天应该都会有的 是一个乳贴 很多人问我就是穿吊垫背心 或者一些抹胸的款式的那种衣服 会搭配什么样的内衣 第一是我可能会穿New Bra 其实我最常用的夏天还是就是乳贴 这个乳贴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叫这个 我是在烧包上面买的 用起来我是感觉比New Bra更薄 然后更透气 然后存在感更弱一点 反正每年我都会买一个 然后把上一年的丢掉这样子 反正就是一个消耗品 如果你夏天也喜欢穿这种吊袋啊 或者伊兹林抹胸类的单品的话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又一期的跟我分享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跟我重合的单品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主题的话 也请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 我以后会多录这种类型的分享给大家看 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